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单工程式的一个架构 这一部分会有两个部分 就是一个是循环执行 一个是循环执行加中断的一个方法 好 那我们就进入投影片 一个潜入是系统 它的一个程式架构会有所谓的单工程式架构 Single Task Programming 一般同学比较熟悉大概都是这种程式架构 像我们一般在PC上面 你写的程式就是说你做一些课堂上的一个练习 大部分都是这种单工程式架构 那单工的程式架构 它有分所谓的循环执行 然后另外就是说循环执行再加中断 那大概我们就是 以前的学习大概就是focus在这两类 中断的部分 包括中断部分会有所谓的在细分成所谓的non-nesting 就是能不能潮状中断或是nesting允许潮中断 在单工程式架构里面 它程式执行的顺序是我们写程式的人事先就决定了 而这种情况的话 跟实际事件产生的顺序可能会不一样 那这个会造成我们对事件的一个反应的效果会比较差 也就是说它的即时的反应效果会比较不好 我们从右边这个动画来看 就是说一个主程式 它会根据你事先决定的方法去呼叫不同的副程式 那会依序去做呼叫 依序呼叫 所以这个顺序是已经事先决定 所以它会在这边这些副程式一直做循环的执行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多工程式的架构 就是multi-task的programming 那在这个程式架构里面会有好几个程式 所谓的multi-task就是会有好几个程式 好几个程式 那这些程式它的执行是根据 每个程式对应的那个事件来决定 所以只要有对应的事件有被触发 就会去叫那个程式起来执行 所以这种多工程式架构里面 它程式执行的顺序 它是依实际事件发生的顺序来决定 在这个架构下 我们比较贴近实际的状况 所以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反应 一个反应 所以一个系统我们会 我们假设它就分成四个程式 Task ABCD 分成四个程式 那这四个程式是互相独立 互相独立 那这个四个程式 它彼此也可以互相做沟通 来完成这个系统的功能 这个就是一个多工程式的架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单工程式架构 就是一个循环直行 Silicon的一个架构 它是一个长成什么样子 一般就是它会一个无穷违圈 一个坏的一个无穷违圈 那这个无穷违圈里面 我们会依序去呼叫 对应的一个副程式 对应的副程式 那这个副程式的呼叫顺序 我们已经事先决定了 那每个副程式会去执行 对应的功能 那像ADCRead 它可能是做这个功能 那FileWrite 可能做这个功能 那各位去注意 就是说 我们以FileWrite来看 这个 这个副程式里面 它要去做 档案的写的动作 那它必须先看 我们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它的那个 就是这个词碟 它这个周边是不是Ready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去写资料 如果它还没有Ready 我们就会等在那里 会停在那里 城市会整个停在这里 那这个会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会代表就是说 我们这个 这个整个循环执行 一个循环会花多少时间 其实是不一定的 会根据 就是说 如果它被某一个副程式 停在那里 可能会停很久 这时间是我们比较不能掌控的 好 好 那这张头影片就是针对Seeker Equition 做一个 一个总结 就是说 这个整个程式执行 它是有整 事先去决定的 那一次回圈 它执行的时间 它是不确定的 不确定的 好 以这个动画来看 我们这里有三个副程式 那 它执行的顺序会 顺序是固定 可是每个副程式执行的时间是不固定 所以 它可能会根据 个别的对应的周边 可能会被停在那里 所以 它执行的时间会不固定 所以 我们假设 第一个回圈 它执行可能需要花这个时间 可是第二个回圈 因为 副程式一 可能 某些情况发生 需要执行久一点 那这个整个 它的回圈 时间就拖的比较长 所以在这种 程式架构下 每个回圈 它执行的时间 是不固定的 不固定的 那另外一种架构 就是说 这种循环执行的架构下 另外 可以配合Counter 去做一个控制 去决定说 哪一个副程式 它的执行的 数率如何 如何 以这个例子来看 我们SPI read 这个副程式 它是靠i plus 2 就是 也就是说 每两次 这个回圈 每执行两次 我们才会执行 SPI read 会执行一次 所以我们利用 这个Counter i这个Counter 去控制 副程式 它被执行的数率 执行的次数 OK 那这个像 Audio Audio Decoder 它是i Person 5 那代表的就是说 每回圈 每执行5次 才会执行Audio Decoder 一次 那这种就是说 利用i 这个Counter 来决定 它 这个回圈 就是说 这个副程式 在回圈里面 它的执行的数率为何 这是另外一种执行架构 所以我可以控制 这个 根据这个Counter的值去控制 那个副程式它执行的数率 那这个就是说 可以根据你这个系统 来决定 那这个就是说 以Counter Base 去决定它副程式执行的 一个数率的一种方式 那这边有个问题就是说 从上一张投影片来看的话 如果主程式它回圈执行三次 那整个副程式的顺序为何 那第一个回圈可能每一个Task 就是每一个副程式都有执行到 那第二个回圈的话 我们就 SPI Read 它就没有执行到 SPI Read 就没有执行到 然后Audio Decoder也没有执行到 就会有所改变 就是说每一次回圈它执行的 哪一个副程式会被执行到 可能会 我们可以做调整 根据Counter的值做调整 那这是三个回圈 个别执行的一个副程式的顺序 那另外一个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回圈里面 它执行的时间是不固定的 那如果说我们定义就是说这个回圈 假设它最长的执行时间是2秒 2秒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ADC 就是ADC是类比转数位的这个转换 它执行的频率转换频率最差是多少 那从这里 因为ADC它可能一个回圈 它只能执行一次 那如果说最长的转 就是回圈最长的时间是2秒 那也就是说我每2秒 我ADC才可以执行一次 所以它最差的 它转换频率就是0.5Hz 那这个就是说 在这个架构下 一个很重 就是说它的好处是简单 不过它的一个最重要的 最严重的缺点 就是说它每个回圈 它执行的时间是不固定的 每次回圈执行时间不固定 那这个在即时性系统里面 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了 所以即时性系统 大概不会采用这种架构 那以上是针对 就是说循环执行的架构下 它是怎么动作 那它会有哪些缺点做个介绍 好